面对时代便切冲击 部落有许多传统记忆 文化不断流失 在达人乡土版部落 有一群年轻人 透过排湾主语 结合了传统预言故事 历经超过一年时间 编辑成绘本 希望这是把部落传统记忆 文化记录并且保存下来 手指一压反弹起来 一边占上风并获胜 这是用藤皮制作的 嘎嘎嘎嘎嘎相铺玩偶 是以前土版部落的 儿时童晚 为了将这项传统记忆 完整保留 卡路峰工作方负责人表示 希望把父亲传下来的 传统生活记忆 出版成故事绘本 孩子的梦境游学故事徽本 运用了排湾主剧场故事情境来呈现 并且结合传统预言故事 工艺游戏图像解说 文字也使用排湾足语叙述 是一套完整的足语绘本 看着那个嘎嘎嘎嘎嘎嘎相铺玩偶 因为它是层边的 它没有脸 我就把它塑造一个脸 它穿勇士裙 然后因为它的脸部表情就可以 就是可以把这个故事啊 跟它的情绪把它表现出来 我就把它画出来这样子 还有它的动作 按照自己的就是力量 或者是写出自己的故事 然后并且用自己的语言去写 我觉得就是感觉蛮有能量的 我觉得无论是原住民 或者是非原住民的学生 他可以透过这个绘本去认识 无论是自己的文化 或者是别人的文化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教材 发行人指出 这是一本小孩跟大人 对图版部落故事的好奇跟延伸 以及自己对部落文化的想象与追寻 期望这样的记忆与记忆 能够种植在每个人心中 你大人 你大人 解讲解 大人相报道 谢谢大家 好